我 很喜歡旅行 很喜歡旅行帶來的美好 喜歡身處在一個 充滿驚喜的遺地 對任何新的人 失誤都充滿著好奇 感受呼吸 感受放鬆 感受更美好的自己 我曾經走遍的 世界各地 發現了很多世界之美 那 台灣呢 澎湖 金門 馬祖 綠島 蘭嶼 台灣的離島 我又去過了幾個呢 這次 決定前往馬祖 南竿 北竿 東舉 西舉 大秋 四天三夜的旅程 一天跳一個島 重點 會是蒟光島 因為它是 離島中的離島 超漂亮的 外野 你怎麼會在這裡 對我來說 人與人的相遇都有它的意義 吵起 吵落 就像友誼一般 有時相聚 有時翻吃 或許 我們都像這片方塊海一樣 碰撞的瞬間 便留下了最美麗的回憶 只要有旅伴 一起開心 一起找樂子 希望會是完美的旅程 就讓我們的體驗 來帶你認識馬祖 我們抵達馬祖了 出發吧 好久 這叫做迎賓舞 就是有一次會在這邊迎接大姐 迎賓小姐 她是瘋的母的 這個廟 你看它的兩側 它的頂端是不是有點像火的感覺 火焰的感覺 對 這個牆叫做烽火山牆 會做得比較高 如果濕火的話 就是比較不會影響到隔壁的房子 好久 喔 櫻壁 後面這邊就是 北竿是很漂亮的景點 拍起來就有地中海的風味 欸這裡啊 看起來是不是有向我們去的嘛 秋比秋 走上去然後草泥馬就在裡面 You are you are 現在是標槍的概念嗎 太好有你 你有危機處理的能力耶 沒有我太野外了我是野外girl 這是你本來想要擺出的地方 對因為我覺得它是制高點風景等等 欸港屋處的林小姐很熱心耶 而且長得有比較美 哇這裡的星巴克 可以跟這個自拍喔 這是馬祖才有的星巴克杯子 然後從這邊馬祖的藍眼淚 到烽火山牆寺廟 然後房子 然後這是紅花石串 馬祖有很多 還有大秋的梅花露 這個超漂亮的 很適合收藏喔 可以跟阿兵哥拍嗎 欸他落口 大家好 歡迎來到菊光園地 來看看 欸你很適合耶 你這樣繞機你真的適合 這裡呢是熊貓隧道 好漂亮喔 欸不是熊貓嗎 老貓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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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去南發就有的 嗯 對我們現在在馬祖的 馬祖的 戲劇 大雨天 但是沒關係 有一種非常 融融 靜密 憂鬱的感覺 現在已經是晚上的七點鐘了 好了太狼狽了 我們要走了 真的 一趟旅程 最終記得的 都是旅途中遇到的隱世物 真正難忘的旅程 是回來後 人覺得一有一跡 感謝熱情的媽祖人 他們似乎都有一種 宣揚媽祖觀光的使命 每一位媽祖人 都是我們的導遊 接著讓我們來認識 媽祖的美食吧 黃金餃 有酒麵線 跟你說來媽祖來琴碧 一定要來這邊吃 靜或小酷的老酒麵線 這是連時尚玩家 他們都推薦來這邊 一定要吃的美食 所以肉 祕訣是酒囉 對 酒給蛋 哇 這個裡面最好吃的是蛋 真的嗎 再來就是湯 麵 最不好吃 哈哈哈哈 好吃耶 酒不用錢 還有 來菊光一定要來吃 酒萬蔥油餅 那它的由來就是之前我們有出一個紀念酒瓶 是肖萬昌 馬英九前總統的紀念瓶 然後是用那個瓶子來擀蔥油餅 所以就用這個來取名 所以就變成九萬蔥油餅 來媽祖一定要吃餛飩湯 它跟你所想的完全不一樣 然後皮薄餡 原來冬局也有網美的飲料店耶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但是這邊還有個特別秘密武器 就是剛才有家 是用豆漿做的沙球 這個是 勃手 又叫瓶駕 然後馬祖有一句話叫做 我家冰漿在海邊 就是你所有的海產都可以到海邊 就直接獻取就可以新鮮的吃喔 免費的就對了 對 只要你抓得到 你就都可以帶回家 真的第一次吃到這個海獸 超特別的 好像恐龍的手 馬祖的美女 一杯 一盤叫做糖糊 長在岩壁上面 像一個火山口一樣的 吃起來有那個螃蟹的鮮甜味道 這個季光餅 應該不用特別介紹了吧 這也叫馬祖漢堡 是畫眉的老酒冰棒 這是畫眉的老酒冰棒 就是在這裡才吃得到的喔 冬舉的名產 我們現在呢 準備來吃在地方媽媽自己撕釀的老酒糖心蛋 已經釀成粉紅色了 已經釀成粉紅色了 我們現在來以蛋代酒 哈哈 乾 真的感謝我的旅伴們 其實 跟他們在一起 就剩下一個月 應該是最後一碗啦 那這裡呢 是南竿的 重點啦 不在我們究竟採了多少點 而是我們一起經歷的什麼 這趟旅程 真的 帶給了我很多 很多的禮物 有的朋友 他總是帶著一股傻勁 陪著我一起去旅行 有的朋友 讓我看到他 遇到突發狀況時 跟那份冷靜跟勇敢 有的朋友 帶我認識他的家鄉 他最母的出生地 媽 親自身 等一下 對 最后一天了 这几天就是 好好的认识了马祖 就是方太海 我觉得真的很神奇耶 因为之前其实有想要去南法 然后就去查了资料 然后就发现他们的方块海很有名 可是后来你才跟我说 马祖就有了不用出国 这里是一个就是世外桃源 我们真的 真的那么久真的没有一个动机 说想要来马祖 四个人同时一起旅行这件事情 是最难得的 对啊 其实我真的就没有想过 你们真的就是会一起来到马祖 就是因为我觉得啦 我自己觉得其实要找旅办 其实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 然后尤其是在 就是当我们开始工作 或是有时已经进入到家庭 妈妈演类型的发展 所以我觉得旅办 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而且又要是很适合的旅办 我们这是第一次这样组合 我觉得第一次可是都配合得蛮好的 各有各颜情 这是我们在灯塔下的约定喔 糟了 我们下期再见